好,这边,DXQROTATE的X选到以后呢,BREAK TANGENT 把TANGENT调成像是,而且要FREE TANGENT WEIGHT 那TANGENT为什么要BREAK呢? 因为你没有BREAK的话呢,它的TANGENT这里就一条直线 它不能打断,就是一定会在一条直线上 所以要BREAK TANGENT,那TANGENT呢,要能够任意的变长或变短 必须要FREE TANGENT WEIGHT 然后FREE完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对HILL ROTATE X去做这样的一个曲线的调整 好,你可以看到这边一样就是BREAK TANGENT, FREE TANGENT WEIGHT 所以这跟我们的,刚刚这个是什么,HILL ROTATE X 调完了以后,再来就是要调BALL ROTATE,要调这种东西 我们先看一下这到底有什么差异性 首先先选到HILL ROTATE X 这边呢,SHOW ROTATE X 我现在选到其中一个FOOT CONTROL WINDOW,ANIMATION EDIT, GRAPH EDIT 打开它的HILL ROTATE X 然后再来呢,我们就是要去调,这边呢,现在选到BREAK TANGENT, FREE TANGENT WEIGHT OK,所以我们现在呢,可以任意的去调这条线 好,那,呃,我们现在呢,时间点先拉到,我看一下,这个时间点是太远了 切到,切到RIGHT VIEW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HILL ROTATE X,那现在这个是RIGHT FOOT PERSPECTIVE,RIGHT FOOT,前面这一个 好,所以呢,我们刚刚看一下这个CURVE CURVE呢,刚刚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我们要调成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要调成这个样子呢? 我们现在呢,先选它的TANGENT 我们看一下,它脚呢,在着地以后啊,因为原来的TANGENT比较像是这样子 所以它其实有一个问题是,它在着地的时候,其实着地的速度不够快 就是前面这个,脚的这个整个板子呢,脚底板,应该很快的就着地 所以,数值要快速升,就是升上去 像这样子的这个曲线呢,下凹的曲线是数值慢慢的升上去 数值要快速的升上去,应该是要调成像这样的曲线 所以呢,它会造成的差异就是,它是瞬间比较就下去,懂我意思哦 它是瞬间下去 看到差异吗?我再把它调回来,你看,如果是原来的是长这样子 你可以看到它是慢慢下去,有看到吗? 但我现在需要的,它是快速下去 所以我现在必须要把它调成是像这样子 所以它才会很快就下去,OK Order Tab,我们现在回来看,另外一边的TANGENT呢 Heel Rotated X,另外一边的TANGENT呢,也要做调整 Free TANGENT WEIGHT,我后来也不知道调了什么 其实这个应该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你可以这样子,BREAK TANGENT 你可以 FREE TANGENT WEIGHT 你可以呢,再把它拉过去一点 这样上升的速度就更快 调的时候如果,哦,这边不能SHIFT OK,好,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就下去 另外一边呢,你先调一下 另外一边呢,Heel Rotated X 我们来看这里哦,这个是从这边开始看 有没有,这边也是这样卡住啊,有没有 所以呢,我们现在选到TANGENT 这边的Heel Rotated X,这边做 free break TANGENT,free TANGENT WEIGHT 你看,我这边不是有一个WEIGHT TANGENT吗 之前为什么一定要先做WEIGHT 要不然你每一条线都要多做这个动作 类似的呢 free TANGENT WEIGHT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东西是 之前做动画设定的时候 不是要求你呢,先做一个 WEIGHT TANGENT 有没有印象? 哦,结果今天好像是忘了开耶 可恶 好,所以现在呢,就是 就是,数值要瞬间上升 所以你应该要拉成像这样子 所以你应该要拉成像这样子 所以我们再看 哦,等一下等一下,我拉错地方了是不是 我看一下15格是在,啊Shit 拉错地方了,Ctrl Z 应该是这里 free TANGENT WEIGHT break TANGENT free TANGENT WEIGHT OK,这边呢要这样拉 OK,这边呢要这样拉 等一下,应该是这样子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速度就很快 有没有 速度就很快的就下去了 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这边选起来 然后再选这个TANGENT 做break TANGENT free TANGENT WEIGHT 好,再来这边速度就这样拉 因为其实这个边调边看就知道在干嘛 所以,你到时候要调的时候 要花很多时间在调这个曲线 那种加减速才是对的 懂我意思吗 好,你看它现在前脚就下去了 跟之前就不一样 好,再来呢,我们现在先存一个档 increment and save 现在另外一个呢,是我们ball rotate 好,再来看一张 我怀疑我这个讲义到底有没有标对 哦,标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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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条 这个是right foot control 在第17格的时候 的曲线 right foot control 这是left foot control 我要选right foot control 然后我要看第17格左右 OK,好 这边呢,选到ball rotate OK,所以我们现在看它的tangent 好,tangent呢要做一个调整 这也是数值瞬间上升 就切到另外一个keyframe的数值 所以 这边也是一样 就这样选 选到 这边呢 break tangent free tangent weight 这边呢 现在把它调成这样子 所以它就是 脚一抬起来 其实它的ball rotate 几乎就马上 就是脚底板整个 几乎就快速打直 有看到吗 所以这会跟刚刚不一样 我们可以alter加dote 句点来看一下 本来是这样嘛 打弯的对不对 然后再一起来 马上就很快的 就打平 懂意思吗 它就变得快速打平 其实就这个意思而已啦 所以相对的在 另外一只脚 在这边 这个位置吧 就是left foot control 应该也要做这样的调整了 left foot control 的ball rotate 所以我说我才会担心 你们现在不赶快做的是 很危险的 你知道 这边呢 我们赶快这个 你看 free tangent weight break tangent 然后速指再这样拉 快速拉下来 其实你甚至可以这个keyframe 也可以做一样的动作啊 就free tangent weight 然后break tangent 可以这样更快 可以这样更快 这样速度就更快 所以你会看到的 目前就是 这边再一次 Alt加dote 这样快就变过来 懂意思吗 所以曲线一定要调 曲线是绝对不能不调的 你这光这样设key 其实会看起来很奇怪 然后再来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的 y rotate translate y 我看一下 我们的translate y 快速键看一下 OK 我们看一下这边到底要调成什么呢 我真的有写吗 我觉得我没写 OK好 我写在后面 好 所以就原来的那个 脚抬起来的那个幅度 其实原来的curve是错的 原来的curve是这样子 这边的tangent是平的 所以它其实 跟真的脚抬起来的那个 呃 外貌是不一样的 它其实应该是 这个地方tangent是往上的 所以这边会瞬间pub就抬起来 所以我们现在呢 要做的是把这边的tangent 做调整 这两边如果一起选 我有办法一次选两个吧 诶 我没有干过这种事 第一次 break tangent free tangent weight ok 所以我们现在呢 可以把这两边的tangent 做一个调整 像这样子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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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另外一只脚也是一样 我们来比对它的差别 我们先看一下 现在是这样子 就上一对 ok 所以它脚的幅度比较正确 就是在y轴的位移 再来另外一只脚也是一样 我们看它的translate y 拉过来 一样做 右键 break tangent free tangent weight ok 再来我们就是要 拉这个tangent 不过再来就不可能 两边一起拉了 只拉一边 ok 其实可以切到scale工具 这个可能应该曲线 比较像这样才对 ok 好 所以现在这个角的走路 其实比刚刚正常多了 其实这个比较正常 正常真的很多 好 我先存个档 increment and save 再来 好 再来就是说我们在做动画的时候 常常都要尽量开那个motion handle 嘛 所以就是刚刚那个角的走路呢 那个路径其实不太对 现在才是比较正确的 我可以选到角的控制器去看这个东西 Motion Trail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其实很多东西我们都要Motion Trail去检查 我现在选到右脚的控制器 跟左脚的控制器 还有 Local Control 我们刚设了很多东西嘛 Local Control 还有什么 Spy Control 1 我不知道一次可不可以做这么多 我们来试试看 不知道会不会当机 Animation Visualize Create Editable Motion Trail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现在开Motion Trail 那它的时间呢 我们设定 一个范围 1到30格 好了 OK Show Number 对 我要Show Number OK Create Motion Trail 有吗 失败 啊 我知道为什么了 因为Show 才看得到 是吗 耶 什么鬼啊 哦 有 OK 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这个 脊椎控制器的路径 有看到吗 这个是我们的骨盆的路径 它应该就像一个波浪一样移动 波浪 有没有看到 既然这个地方是波浪一般的移动 其实你的这个 呃 脊椎跟肩膀交错 这个十字位置 应该也是像这样的一个十字位 十字的一个路径 再来 这是我们刚刚走路的路径 OK吗 那我们现在看完以后 其实你这个也可以再调啊 如果你觉得这个太多太少 它这个是可以直接去修整的 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直接这样子动 懂意思吗 OK吗 那调完以后啊 调完以后啊 调完以后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Curve Motion Trial要删掉 所以呢 你要打开Window Outliner 去把你的Motion Trial 诶5.37了 我靠 OK好 那差不多也可以跟大家说再见了 对啊 我看一下 呃 哪里呢 这边Motion Trial Handle有四个 有没有看到 所以就是当你使用完以后 就把它Delete掉就好了 OK吗 这个很好用哦 所以所有的人的动作呢 都不会有直线的 用这个来检查跟调整 就像我们刚刚的步伐 我刚刚设了Translate Wide Curve 用这个也可以直接检查到 只是我刚刚没有把那个 有问题的先让你看 所以这边大概做完了 就可以存档 那你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其实应该它会动的 比刚刚好很多才对 自然很多 那个脚的着地感 就是就正确多了 刚刚就完全都不正确哦 好试一下吧 详细的规格 我会在脸书上面 再写得更清楚 但是我觉得你已经看到 我大概要你搅什么了 你就要赶快做了 不然剩下时间真的不多了 很恐怖哦 可以动作要花时间的哦 rigging也是不容易的哦 好